所有的合作們都是來自於發球線的 你說昨天上場39分鐘 火箭隊的鮮花五人在昨天 證明後的下場時間在39分鐘裡 相當就是HOWER的30分鐘 沒錯,你們是天文明天要想這樣做 只是因為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百歸過多 所以在板凳上 所以昨天的鮮花主義是蠻辛苦的 所以今天的火箭板凳真是每月十足 一方大量的鮮花主義 還撞上去裡面經典大叔 Reggie Jackson起碼設定 拿下12分 好,這段落發現失誤 Reggie全身再來一個單手 哇,Mr.October今天必須要在January發表 那Mr.October是棒球的Reggie介紹 Regg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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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從來想打他是心思可想而知了 過去前兩回是隊友 他們在同位的時候他在離開的時候其實要踩很快 這位球迪夢沒有 迪夢今天還是以外圍的出手能比較順暢 他在補充地球的時候他的效率也挺身很高 這位這間唯一的第七分的三分外線 你說他的最後送給Hardens 他中距離 完全騙 Jay Tartin Ibaka跟這個Jay Tartin 倆真的是 就是在Hardens離開的時候是結架了一些 在Hardens離開的時候是結架了一些兩種 所以今天看起來兩個人吃法還是不太對 一直互相都碰撞 WOW 這個火鍋之後呢 就吃了 還蠻危險的 然後你把Hardens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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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